字幕提供 相信近期受到疫情的影響 情況學生不用上學 可以很快就做了功課 報告 工作之後還有什麼組 煲劇?看書? 不好了,看得厭了 啊,不如玩遊戲吧 那麼多時間慢慢玩 對 提起玩遊戲 PS4確實有很多好遊戲出 不過最快要等到4月 問到睡 那唯有玩著Switch 適合大人玩之餘 又適合小朋友玩 輕鬆充QA Type 夠了合交歡啦 要說到近期最Hit的遊戲 絕對是非Wing Fit Adventure莫屬 它有遊戲性之餘 當作運動都可以 盡量不怕 缺乏運動量 體重猛向上 讓我馬上開機 Wing Fit Adventure 需要靠控制Wing 和綁在腳部的手掣 來進行遊戲 在遊戲中有不同的模式 每個模式的玩法都不一樣 分別有冒險模式 輕鬆模式 自訂動作模式等等 冒險模式就是要操控角色 運用各類型的動作 來闖關打BOSS 當中的動作包括有 跑步 心盡 脫手等等 玩的時候就好像跟角色二合為一一樣 而輕鬆模式就有多款的小遊戲 不同的遊戲都專門鍛鍊身體的特定部位 真正的余運動於娛樂啊 其實講到打遊戲最好玩之處 當然是一群人一起玩才開心的啦 雖然近期不方便約朋友上來家玩 但跟家人玩先都一樣而已 正所謂 獨樂樂不如中樂樂吧 除了剛才玩到深水深汗的Rainfit Adventure之外 都還有其他輕鬆遊戲的選擇 就好像可以四人同時遊玩對戰的Mario Party 搗上友誼同默契的Overcook 或者四人可以同時投搖又未把的Mario Kart 都絕對是合家歡 或者跟朋友上網一起玩的Qtime良藥 當然如果不想打遊戲都那麼累 只是想手指動動的都不是沒有選擇的 喜歡收集一下東西闖關的就玩回Mario Odyssey 如果喜歡精神虐待自己的就玩Dark Souls 就算玩舊遊戲也好 總有一款騙不你口味吧 講了那麼多Switch輕鬆合家歡 而且單人玩都可以的遊戲 那就不怕在家裡無連無事做啦 等到四月一大堆正遊戲再推出的時候 到時又可以繼續玩了 唉不說了 我又去打遊戲啦